週二 在美國弗吉尼亞州 又有兩個縣市通過決議案 制止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等良心犯器官 呼籲民眾謹慎不要成為中共的幫兇 目前弗州已經有9個縣市通過了類似的決議案 週二 弗吉尼亞州斯波特西法尼亞縣通過決議案 敦促美國政府調查中共強摘器官罪行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追查國際2016年指出 1999年江澤民迫害法輪功之後 中國器官移植增長了180倍甚至上千倍 知道他而不能去制止的時候都是在犯罪 所以這件事情讓更多的人知道了以後 是在給人一個選擇的機會 是認清邪惡選擇他們美好未來的一個機會 英國獨立人民法庭去年3月指出 中共對法輪功學員實施國家執行的活摘器官罪行 今年以來弗吉尼亞州已經有9個縣市通過了類似決議案 新唐人記者 畢欣慈 瑞麗 綜合報導 他們已經知道了 辛苦了